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小女孩名叫玛丽赫旦 亲身看不到也听不到 没有受过教育 14岁之前没有人可以跟她沟通 她的生活就像动物一样 可是就在她遇到了玛格丽特修女之后 世界整个改观 修女靠着手语打开了她对外沟通大门 还教会她体悟生死 这是改编19世纪真人真事的法国电影 听我 看我 告诉我 把龙芒女孩玛丽赫旦的一生搬上了大荧幕 特别的是 饰演玛丽的这个小女孩艾莉亚娜 还获得法国凯撒奖最具潜力女演员的提名 因为艾莉亚娜不只是第一次挑大两眼主角 更难得的是她本身就是听掌声 自然的手语演出 让手应会到场观看的听掌朋友周嘉玉很佩服 她的手语很流畅自然 不会生硬 也不是指照字面笔 另外对玛格丽特修女 看到龙芒生只是缺乏教育 而并非智商有问题 杜白终于努力教导玛丽的精神 周嘉玉说 这部电影可以让听人看了 对声掌声有更深入的了解 这部电影将在1月9号正式上映 到时候大家就可以看到 法国版的海伦凯乐 龙芒女孩玛丽在玛格丽特修女 细心的用手语教导之下 励志的一生 记者综合报道 104年元旦总统府前升旗典礼 新科台北市长柯文哲是首度参加 马总统和柯文哲的互动也引人关注 马哥两人只有握手并没有交谈 而马总统今年的元旦文告 是以社会和平朝野合作 以及两岸和平来作为主轴 希望社会的不满 到他为止 由他来承担 104年元旦出现 104年元旦升旗 总统马英九和副总统吴敦义一起参加 马总统也简短致词 强调台湾经济好转 境外旅客突破 990万的好消息 只是庄严的升旗典礼 还是遇上台湾国民众的抗议 甚至引发争执 至于台北市长克文哲也出席升旗典礼 马克互动握手 但克文哲伸出的右手还拿着国旗 让这一握有点尴尬 至于马总统的元旦文告 今年主轴锁定社会和解朝野合作 以及两岸和平三方向 调调人民的不满 已经用选票表达意见 决政者会反省 更要重视年轻人和弱势 更倾听人民的声音 理解对话的对象 熟悉对方的世界 多倾听人民的心声 融入政策 将社会对于政府的不满 视为警惕与督促的力量 这样的施政才能避免一厢情愿 让人民无感 至于朝野间的鸿沟 马总统表示 乐见任何形式任何议题的朝野国事会议 化解不满 也希望新任地方首长能捐弃成建 加和万世新 所有的不满应该到我为止 由我承担 只要有利于政局缓和 我愿意促成朝野任何形式的对话与合作 只要有利于人民 我对于不限一级各种形态的国事会议都乐观其成 马总统说两岸交流出境和平 秉持不同不独不武以及九二共识的基础 两岸红利由全民共享 会继续朝此方向来推动 记者小庄之城台北报道 海军举行原弹战备巡异海上操演 除了海军四种主力战舰 刚交舰的国造陀江舰也到场参加 海军之前对外表示 陀江舰最快速率38节 而在元旦演练时跑出了40节 陀江舰首度参与海军战术演练 就有超出预期的表现 为了展现维护领海海权决心 海军特别选在2015年第一天进行海上操演 海军四种主要军舰在旗舰既德级马公军舰带领下 派里级成功舰 莱法叶成德舰 以及诺克斯吉一样舰 迅速组成菱形编队进行战术演练 状况模拟我军旗舰遭敌军飞弹快艇攻击 扮演假想题的国造光六飞弹快艇 高速朝旗舰接近 各界人员对此进行战备演练 马公军舰的标二飞弹也上架准备 海军新战力陀江舰也马力全开前来持援 这也是陀江舰首次参与海军战术演练 海军表示国造的陀江舰战力比预期的还要好 因为他刚刚的这个时速飙40级 这么快的速度 他未来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这个因为他的速度是快速机动打击火力强 那将来一定是可以做快反 随时反应海上的任何的这种战术状况 由于这次演练科目从元旦一早就开始进行 演练舰队在31号下午就前往 来与东方104海里远的海域进行演续 海上军舰跨年鸣敏一分钟的海军传统 也首度在媒体前曝光 三 六 六 时间 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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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 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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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国家 新年快乐 海军在每一天的每一个时刻都会有 大概两千多人在海上基地等等在做 那我个人来讲只是海军的一分子 那做这些是应该的 现在是新年年续假期 很多朋友们在家里快乐的过新年 不过为了保卫国家安全 国军战力不休息 以上是记者张志雄 陈保罗 在太平洋以及巴士海峡的采访报道 画面上您看到的是 前田径十项全能国手古金水 四年前好不容易在利容航空爆炸案当中 或判无罪定验 没想到日前却传出他罹患的血癌 病情相当严重 昨天已经进驻台大医院加护病房 曾经在1990年北京亚运十项全能项目 为我国摘下银牌的田径好手古金水 近来因身体不适到医院检查后发现罹患血癌 体坛前辈兼好友飞跃的林阳记政得知消息后 立刻安排他转院到台大医院进行治疗 我说你一定要告诉自己说 你一定要得胜 一定要胜 一定要赢 我说这个事你最需要 最需要把发挥运动员的意志力的精神的时候 54岁的古金水 在1999年的利容航空爆炸案中 因携带汽油上飞机一度被判处死刑 经过12年官司缠送后 终于在2011年获判无罪定验 但他的人生也因此跌落谷底 我非常感谢这个审判长的一个正义的宣判 终于还给我们一个清白 照片中的古金水身材销瘦不少 短短一个月内暴瘦20公斤 他的学生肖刺兵和田径国手陈宏杰 在他住院期间前往探视 并在脸书成立社团为他集气 怕说他会继续发烧 因为当天晚上我在医院的时候 老师还是少发烧到40几度 我昨天才得到这个消息 刚好我昨天到金门来了 那我们田径学会会尽全力 全力以赴来协助他 由于受到爆炸案牵连 古金水这些年工作并不顺利 直到四年前才在台中某高中担任体育老师 家里除了要负担两名子女的教育费 还有失智母亲的医药费 现在又加上罹患血癌 可能让古金水一家经济陷入困难 即需要外界伸出援手 帮助古金水度过这次难关 记者最后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